南投县的福利机构、长照机构 截至109年3月为止共有86家 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 县府社劳处前往机构 做防疫机制无预警的抽查 抽查之后,社劳处处长林志忠表示 防疫工作做得好,身体就健康 也不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很高兴这些机构都非常重视防疫工作 依照中央规定来保障服务对象的健康 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并保障机构工作人员及受照顾者的健康 县府十套处由处长林志忠带队 立先针对县内福利机构及长照机构 进行无预警的防疫应变措施抽查 处照后林志忠处长表示 在长照机构、社福机构 服务的对象都为长辈 免疫力较弱 需更强调请洗手及消毒清洁的重要性 制造处将配合中央规范落实防疫工作 确保受服务者安全 防疫工作做得好的话 不仅我们的住民服务的对象 他们身体的健康就没有问题 那也不会造成防疫的一个缺口 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草屯有两家 那下午会到埔里 有四家的机构来进行抽查 那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 就是机构的负责人 机构里面的管理人员 对于这个防疫工作都非常的重视 包括进到里面来 就有这个消毒 甚至还有量测体温 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服务对象的一个健康管理 也都做得非常的落实 整体而言 今天炒囤两家的机构 一个是社区式的机构 一个是长照的机构 那我经过同仁抽查的结果 都令我们感到满意 今天也利用这个机会 来制证口罩给我们工作人员 希望说他们工作人员 防疫能够做得好的话 这个防疫的相关的部分 就能够很落实 不会造成防疫的一个破口 机构负责人表示 明天会为受照顾着量体温 抢洗手及做环境的消毒清洁 感谢县府来指导几捐口罩 每天帮他们量体温 还有酒精洗手 最重要的是把环境打扫干净 用漂白水 把地板跟环境通通都擦干净 备餐的时候一定要防止 我们自己的污染 然后戴口罩这样子 我们从过年开始 就开始有做一个防疫的动作 只要是家属进来 我们一定量体温 还有洗手 这个月开始我们也有做访客时间的限制 在10分钟或是15分钟以内 但是我们会尽量鼓励 用视讯的方式 还有用LINE来跟长辈做沟通 那目前我们的家属配合度也都很好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说 这一波武汉这个疫情 不可以忽视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团队 这么用心来跟我们做指导 然后也带了防疫物资 口罩给我们需要的长辈 那在这边非常的谢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另外市道座表示 此次无律警搜查6家机构 主要预计严重特殊传染性 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定定制办法 来了解机构教育训练 与会教训导 工作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服务对象健康管理等等 让受照顾者安心 和保障机构工作人员健康 记者湘西福南投采访报道